这期我们先介绍一样滑雪培剑 这款是新出的慈禧的雪镜 它叫Line Miner Pro 有两个size 一个是Line Miner Pro L 一个Line Miner Pro M 就是大小的关系 这款镜子今年还出了低碧梁的这款 它的海绵会加厚在这里 对 保证你没有份 完了它的镜片今年也换了 就是Line Miner Pro的镜片 使得是全新设议的一个单层镜片 跟普通镜片是不一样的 只有单层 有待于在这个雪镜去尝试一下 看是它防雾会怎么样 好了苏伊名主款量比较少 它主要的不一样是这有签名 而是偏黑紫色 史密斯4D出了一个4D XL 这个是XL 这个是正常的就是Regular的4D 所以如果需要一个大的雪镜的话 你可以选4D XL 史密斯的镜片好处在于 Corema Pop这个技术能让你看雪地的时候 颜色更自然 像奥克里就是偏红一点 然后史密斯是看的更自然的颜色 今年它们的变色镜片出了更新 更新以后它会把你可视度 可视范围增加了一倍的范围 对 就是从低光到高光 比如晴天到下雪天或者阴天 带都没问题 原来是达不到这个范围 可能现在就是从晴天到阴天都OK了 史密斯的镜片的防务 有一个技术 它不是在内层镜片做防务图层 奥克里像奥克里像很多品牌 像Dragon什么都在内层做防务图层 但是史密斯的镜片 它是在生产镜片的时候 它有一种技术把它做到镜片里边 如果你镜子湿的时候 你可以去拿它的纤维布去擦的 就不会刮伤镜片 比如说奥克里 就是我一直在奥克里之前 就是很多年 但是奥克里的有一个最大弊端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内层镜片是潮湿了 或者进雪了 它绝对不能擦 你只能拿着这个雪镜去洗手间 去稍微轰一下 轰干了以后再擦 保证你的内层防务不会刮伤 在潮湿情况下 内层涂层会变柔软 所以你一擦的话就会刮伤 刮多了就完全就看不清楚就花了 对Jones今年的雪服的Gortex管 都用的是最新的一个 Gortex的技术叫EPE 就是它更环保 呼吸性更好 Gortex传统材料 可能再过两年就禁止使用了 因为它不环保 现在美国加州已经禁止使用 这种材料做衣服了 哈利汉森就HH 已经没有Gortex了 Gortex公司为了生存 我觉得是 所以它生产了研发了新的材料 这个材料更环保 完了后就是可以recycle 现在目前可能从今年可能据我所知 只有三个品牌用这个材料 过两年以后 全世界就会普及这个材料 会更替传统的Gortex Gortex Pro的材料 但是现在就是主要成本比较贵 都很不愿意使用 还有就是Jones内胆 这款内胆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舒服比较好的 为什么 正常来说很多人怕冷的时候 是穿的羽绒内胆 羽绒内胆有一个问题在于是 它不透气 对吧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是 它如果它潮湿的话 它不保暖 对吧 就瘪了 对就瘪了 就团团了 那个羽绒 所以这个衣服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 首先一 它即使湿了 它不会像羽绒内胆那样去团团不保暖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透气 它透气 比如像我这种容易出汗的人 不会让我满身都是汗 滑的时候出一身汗 你坐在缆车上你就特别冷 我卖的头盔基本上都是亚洲款 就是稍微远一点的头盔 接着还是小孩头盔 这种儿童头盔它是这样 就是这是史密斯头盔 小小朋友他不喜欢带雪镜 所以史密斯有一种 就是头盔上带雪镜的这种头盔 而且它是为了家长考虑 它是有两个层的 它叫Stage 1和Stage 2 48到52厘米 就是可能大概三四岁孩子 就可以带的 如果您的孩子超过三四岁 你又不想换头盔的情况下 那OK 咱们可以把它摘下来 变成Stage 2 Stage 2可以到52到56厘米的头盔 基本上它可以到10岁 11岁12岁都可以 这款你看 就是稍微偏远一点 如果你头盔特别大的情况下 你可以选择两款 一款是奥克利的Model 1 Pro 或者Model 1 同时M的Size Ledge是55到59 对吧 完了 但是奥克利就是57到61 所以就是说你可能在他们俩之间的情况下 就是投围在L和M之间的情况下 你可以选奥克利 因为奥克利主要是奥克利这款 是带宝瓦的 可以可调的 但是这款Ledge 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就是不可调的